封神中最惨的神仙是谁 既不是无法宝无弟子 无圣祭的三无金仙黄龙真人 也不是人在家中做 过从天上来的石金娘娘 其实他们还都不是最惨 石金娘娘虽然被灭了满门 但他好胆上了封神宝 死后也能做一个榜上之神 真正惨的神仙是通天教主的清传弟子 归灵圣母 他自炎帝时期得到 有着万年修为 原著中又将他称作万载灵归 然而同样是向圣人出手 多宝道人对战老子 不仅没有死 反而得到了赏识 得奸压到全都子府 千年后跟随老子立地赶物 化身成为世家模拟符 唯独是归灵圣母死相极惨 当年归灵圣母向接引道人出剑 却拼面被随身面珠打回原形 本来接引道人有意收了归灵圣母 可坐下童子却手一抖 拿错了包袱 失手放出上古魔虫闻道人 短短一会儿的功夫 归灵圣母就被闻道人吸成了空壳 万年修为青客肩负之东流 这下连说是成风神榜 直接原神会散 神舵轮回 最倒霉的神仙宁富其时